这是2001年安徽警方抓捕袭警汉匪朱建业的真实影响 年轻武警战士不断地朝房子内发射催泪弹 尽管已经被呛得受不了 但朱建业依旧没有投降 而是直接朝着警方开枪 现场气氛焦灼 稍不留神就会有人死亡 那么这个让所有安徽人都为之害怕的汉匪朱建业究竟有多恐怖 时间回到2001年11月29日凌晨 安徽警方全部装 真枪实弹出现在刘玉梅的老家 一大早就出现起床上厕所的同伙 刘宾看见警察的时候被吓得连裤子都呼不感激了 虽然下意识想要给朱建业和刘玉梅通通报信 但是看着黑压压的枪口 刘宾什么都不说了 刘玉梅的母亲也被警方悄悄地给带了出来 一头雾水的她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朱建业的手中有枪和子弹 所以警方非常的谨慎 不仅将刘玉梅家给团团包围 还就在两侧的房顶上安排了狙击手 一旦出现不能控制的情况 房子外面还有消防车随时等候 防止出现什么意外 警方的喊话声将正在睡梦中的朱建业和刘玉梅吵醒 朱建业非常的谨慎 听到声响的时候就马上朝着窗外开枪 防止警方闯进房间 朱建业的声音让警方更加谨慎 不再进行无意义的强攻 防止出现没必要的人员牺牲 但不管警方如何劝说 朱建业都不为所动 反而变得更加嚣张 时不时地朝着房间内开枪 无可奈何的警方只能朝房间内发射催泪弹 希望朱建业和刘玉梅能够坚持不住的自己出来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朱建业和刘玉梅竟然如此能够隐忍 催泪瓦斯的浓烟都已经从房间内飘到院子里了 两人依旧纬如泰山 除了时不时传出来的咳嗽声 丝毫没有投降的想法 可能是实在坚持不住 朱建业竟然想出了在房间内纵火的想法 在朱建业的心中 警方应该来的人水不多 到时候他就能趁着大火然后逃跑 这层下 警方竟然如此重视 消防车很快就将大火扑灭 灭火的流水声在朱建业的心中仿佛就是催命符一样 深知自己做过什么的朱建业非常清楚 所以不管警方如何劝解 朱建业就是坚持不投降 随着又发出的几枚催泪瓦斯 朱建业彻底绝望 喷喷两声枪响 警方马上就意识到了怎么回事 但还是已经晚了 推开房门 朱建业和刘玉梅都已经自杀了 刘玉梅当场去世 朱建业还有一口气 警方不敢耽误 马上将其送到医院抢救 虽然朱建业杀害了一名警察 但奇怪的是 现场的许多警察对他的自杀态度都很诡异 竟然有一丝心疼 那么朱建业究竟是谁 又做了什么 让警方如此大费周折地对他进行抓捕呢 他曾是铁血英雄 奔波万里协助警察追凶 只为给儿子报仇 是当地人人称赞的大英雄 然而没多久 他却残忍杀害刑侦队长将其烧成交尸 甚至抢走警察专用配枪 要将凶手满门屠戮 安徽狠人朱建业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 事情还要从前几天将其 借手施沈丘县东立村的一位村民连滚带爬地 跑到了警局报案 村民老张称 自己下地干活的时候 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极为严重的面包车 担心出事的老张迅速上前准备救火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险些将其吓死 因为烧得只剩个铁架子的车内 竟有一具被烧毁的十分严重的尸体 尸体手脚已经蜷缩起来了 老张当即被吓得瘫坐在地上 大白天将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野外焚尸 听到情节如此严重 警方不敢耽误 当即赶往现场 然而到了以后 警方才意识到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严重 首先就是 这里并不是第一案发地 而是凶手的抛尸地 凶手准备的非常齐全 到了地方之后就马上放火焚尸 并且更令警方震惊的是 死者的身份 虽然是已经被焚烧得非常严重了 根本辨认不出来了 但经验丰富的老法医 还是通过细致末节 还是发现的不对劲的 死者身上的纽扣 正是99市警方上的专用纽扣 并且没有焚烧赶紧的笔记本上 写着向柳菊和董队长汇报工作 这两人这正好是当地的公安局长和刑警队长 那就说明 死者很有可能是一名警察 这下问题就大了 在公安内部通报之后 很快死者的身份就确定了 因为当地工作20多年的老警察侯富林 无缘无故的失踪了 同事们到处找他都找不着 家里人也不清楚他的动向 所有人还以为他是悄悄的去执行神秘任务 没从想 再次出现的时候竟然是一具交尸了 就在所有人都在为侯富林的死亡难过的时候 武器库的同事反应过来 侯富林失踪前身上还随身携带着一把77式手枪和12枚子弹 但在案发地 警方并没有找到这些东西 那就说明 凶手将其拿走了 这下 警方必须在短时间内请将其破案 不然恐怕会有更大的案件发生 因为侯富林最后一次出现在同事面前的时候是正在接电话 所以警方当即将侯富林的通话记录调了出来 毕竟作为最后见到侯富林的人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但是在看到朱建业的时候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因为朱建业是当地有名的红人 自费千里帮警察追查凶手 甚至有着边外警察的称呼 最重要的是他跟侯富林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所以许多年轻警察不自觉地安慰到 可能是朱建业一同帮忙办案了 才如此巧合 那么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狠人朱建业 杀害刑侦队长后 将其烧成交尸 夺走配枪准备屠戮凶手满门 曝光身份后 千万网友都表示不可置信 只因他曾是全国都是出名的好人 那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呢 如果是朱建业是杀害侯富林的凶手 别说是当地警方不信了 恐怕就连侯富林本人也不敢相信 因为朱建业曾经是侯富林最好的伙伴 两人的相识是因为一起案件 朱建业的17岁的儿子朱磊 在驾驶出租车的时候 被三名劫匪给杀害 三人非常的狡猾 伪装成乘客的样子 直接从背后将朱磊给活活捅死 令朱建业难以接受的是 朱磊是替他挡刀了 当天 朱磊心疼父亲一直开出租车辛苦 所以主动提出替他一会儿 谁曾想就遇见了这种事情 所以在得知三名凶手 除了王云冰被抓获 朱建业直接崩溃了 他找到了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侯富林 提出自己要自费参与案件的追查 虽然非常的不符合流程 但侯富林在向上级请示后还是同意了 因为朱建业实在太痛苦 为了参与追凶 朱建业将家里的房子和车子都给卖了 然后到处穿梭 只要有消息 朱建业都会不远千里的赶过去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消息 朱建业跟各种人交往 出路在歌舞厅当中 最终朱建业得知两名凶手躲在乌鲁木齐 侯富林马上行动 成功将两人抓获 可以说两人就是最好的搭档 朱建业也成了当地人口中的大英雄 所有人都称赞他 这天朱建业给侯富林打电话 说自己掌握了一个假超案的线索 要他过来看一下 因为平时两人就是这样合作的 所以侯富林根本没有多想 而是连衣服都来不及换进去 谁曾想朱建业竟然在一旁排死 称他不被直接拿锤将他给活活砸死了 杀人之后的朱建业 开着将侯富林拉到了荒地分尸 并且将配枪和子弹都拿走 毕竟这就是他的目的 原来朱建业在追击凶手的过程中 经历了各种三教九流 自己也慢慢堕落了 开始出路在灯红酒绿的场合中 但时间久了 所有积蓄都挥霍一空 朱建业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准备拿枪换点钱 而侯富林就是他最好的下手对象 就这样命案发生了 对于朱建业这个曾经人人称赞的大英雄来说 走到这一步是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 只能说造化弄人啊 最终朱建业因为抢救无效当场身亡 那么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哦 有一个阳三载的推动